之前实验床的话呢 就是带了他们国内最长的一个 最大的柔性太阳翼 确保这个零疮孔呢 以及这个正常顺利实施呢 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 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么多因素累到一起 这个还是第一次去认识 它是目前当国家 可能是最重的一个飞行器 咱们是到了23吨的这个量级 就是23吨的一个追踪飞行器 和一个40来吨的一个木药分析器 去对接 这是第一次 问天实验床的话呢 就是带了咱们国内最长的一个 这个最大的柔性太阳翼 既可以满足实验床自己用件的需求 也可以满足给核心床这边供电 整个站的用件的需求 在空间微动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就是生物制药啊 人工合成的蛋白质啊 这些呢都是我们地球 比较难以达到的一些环境 这次问天实验床呢 是长武币13火箭的第三次飞行 也是我们国首次大推力的低温火箭的 一个临床口交汇对接的任务 做好每一个操作 探渡好每一个数据 按好每一个按钮 我相信有大家的努力 我们肯定能够实现 临床口发射的目标 5 4 3 2 1 电火 电火 准备 文昌光学雷达规控正常 摇摩电号正常 文昌飞行正常 我接触14防射取得了圆满主攻 其实每一个进入到控制气风的人来说 都会有一个经手指梦 能够给这个温泉舱点火 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我觉得第二次担任动摇指挥员 就是也是温泉实验舱发射动摇指挥员 我觉得它是一种责任 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们的城管都是共享的 这个不仅是全部 这是全世界 欢迎所有的温泉舱人来共同利用我们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的城管住出位置 我们要在这里 我们的城管在这里 我们的城管 就是上目标是不可知的